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8月21号星期二 大家好 马兰西亚他们新上任的93岁的总理叫马哈蒂尔 他访华了,好像是持续了5天 其实我们一直想报这个新闻 但是一直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新上任的马哈蒂尔 他对中国和马兰西亚的很多的合作项目 实际上他的态度和中方的态度不太一样 跟之前他们总理纳吉布的态度也不一样 那么我们当然就是说其实不用想 拿脚趾头想都能想明白 肯定从他一上任 中共对边就会有派人去想办法跟他联络 希望能够说服他 让他能够继续跟中共维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那么他这次访华 我想在访华之前 就应该有过多次的沟通 在中国的这四五天的时间里 应该也不断的有中共的高层 就各种人士去跟他说谈判也好吧 说是说客也好 那么最后到了今天 这是他马哈蒂尔 他今天是在中国的最后一天访问了 就要结束他整个出访中国的行程了 那么现在传来的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今天星期二 8月21号在北京记者招待会上 这是最后一个招待会 马哈蒂尔表示 他说要取消中共 在马兰西亚一带一路的核心的投资项目 包括前总理纳吉布和中共 他们一起在搞的什么东海岸铁路 还有两条天然气管道的交易 可能总价值超过200亿美元 他表示不愿陷入中共的债务陷阱 这基本上就是说 看来是一个终审的判决了 就是说马兰西亚就是说退出了 基本上也就意味着 中共前期在马兰西亚投资的 几千万美元就打水漂了 这样就拿不回来了 在周一 也就是昨天 马哈蒂尔和李克强 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在记者招待会上 马哈蒂尔呼吁说要公平交易 说反对新殖民主义 当然这个话说的就很难听了 因为像这种话 我觉得我们说说还行 对吧 之前我们也说了 中共的一带一路 对于沿途的这些国家 实际上都是一种经济殖民 一种新的一种殖民主义 但这个话你说 我们作为自媒体 我们私下里说说 比较就已经算的比较重了 那么马哈蒂尔 在跟国务院总理理科强的记者招待会上 明确这么说的话 实际上说的算是比较难听了 是吧 李克强当然了 也是要针锋相对 李克强就反问 就是说你是否同意 对坚持自由贸易达成一致 就是说李克强认为 这是一种自由贸易 对吧 这不是一个什么殖民主义 对吧 对这个争论比较多 我们先不说这争论 咱们说马哈蒂尔的回复 马哈蒂尔马上就说 他说我同意你的观点 既自由贸易应该是可行的 他说但是自由贸易 当然也应该是公平贸易 对这个最近期来讲 争论比较多 马哈蒂尔也是说 实际上美国现在也是在说 就是说中国就认为 你现在美国搞贸易战 实际上是违反自由贸易 说我们是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 美国也是说你的自由贸易 它首先来讲 它不是一个公平贸易 对吧 你里面做了各种的手段 当然你没法说 你说中国人就比较聪明 是吧 各种的小聪明在里边 知道吗 想办法 就想一切办法 去占别人便宜 中国认为这个是对的 我就应该使小聪明占你便宜 但是别人就觉得 你这样的不地道 是吧 不公平 是吧 但是具体细节的 我们以前也说过一些的 今天也就不再多说了 马哈蒂尔还表示 他说我们不希望出现新版的殖民主义 他说的贫穷国家 无法与富国竞争 当然他也就马兰西亚是贫穷国家 中国是富裕的国家 他应该多去中国看看 不知道他为什么 中国是富裕的国家 咱们这样吧 举两个例子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在2009年的时候 就是说结束了内战 然后中共就去了 说要向斯里兰卡投资 对斯里兰卡的公路 港口会议中心提供贷款 然后帮他们去修建 然后现在斯里兰卡 基本上要花费80%的政府收入 这基本上就占了 他绝大多数收入了 都要拿这些收入来 支付中共的债务 基本上就是说不好听的 就是OLOS 是吧 就被中共就给吃肝玩劲了 然后修完了高速公路怎么样 他的高速公路 现在几乎就空屋一人 空荡荡的 没什么人用 国际机场 最后每天只有一趟航班 当时建的时候 就说建成了 怎么着怎么着 说的是天花乱坠的 对吧 建完了之后 发现根本就是一个 没有什么用的 这么一种的投资 当然了 咱们一说到这个的话 如果我们说到私底兰卡 大家就觉得不太能理解 咱们这样 咱们拿中国举例 来说说就所谓的白项工程 什么是白项工程 就是说你投资了巨大 然后最后根本就收不回来 知道吗 这个说实话的 就是被投资公司 和建筑公司给骗了 它是这样 投资和建筑 他们是一起的 就是银行说 你来找我们贷款 然后你修完之后 修了这个项目 你能挣多少多少钱 但实际上 根本就是达不到的 然后说银行 就为了贷款给你 它好吃这个利息 那么还有 就是建筑公司 也跟银行 就是说夯瀉一气 是吧 就为了让你们来投资 这样我建筑公司 可以挣钱 这是中国的目的是吧 中国贷款给你 为了挣利息 然后贷款给你 你再拿这款 再找我们来建设 我们建设时 就会再挣一笔钱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像中国的蓝芯高路 咱们当时建高铁 它最初的设想 当初忽悠政府 忽悠人民 说建蓝芯高铁 他说每天能有320个列车班次 所以很快 我们就能把投资收回来 我们还能盈利 还能创造经济 然后最后实际 是现在每天只有8个班次 然后专家去调研了之后 说这条线路的年收入 实际上是不够付电费的 就是说他现在 只要维持不理通电 对不对 而且他中间还有火车站 都要通电 说你最后每年的收入 连你的电费都不够 就完完全全的入不敷出 不要说你前期投资拿回来 你现在就是说 你自己的营收 你根本都不能够平衡 就是说你前面的投资 我们全不要 要当他打水漂了 你自己的收入 能不能维持你自己运营 根本就不可能 还不用考虑人工 你连电费都不够的话 你维修的费用 保养的费用 然后你得雇人开 对不对 你这些人工往哪来 对不对 你最后费用连电费都不够 就是说 那只要这条铁路 说一下就马上停 开一天就赔一天 说白了 因为他完全不挣钱 他完全是在亏钱的 对不对 开一天赔一天 开一年就赔一年 对吧 但反正现在就是拿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在供应 这个铁路 其实我说 很多人不明白 这个铁路的主要目的 他就为了能够支援到偏眼地区去 就是说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迅速通过这条高铁 我可以把军地部署过去 我觉得他是一种军需 是政府的一个需要 老百姓吃亏就吃亏 但是反正从经济上来讲 是完全不合适的一个项目 实际上我们一带一路上 像这种项目非常多 包括斯里兰卡 包括马兰西亚 包括一会儿我想讲到的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也是这样 我们说过巴基斯坦的新总理 当初刚选出来 对吧 那么在周六 这周六今天是星期二 那么上周六 8月18号 他就职了 伊布兰汉 我当时我就说 我当时我就预计 伊布兰汉上任之后 可能跟中国的关系搞得不会太好 你想马哈蒂尔 今天在北京 吉尔泰会上说的这个 这不就是在北京给老共难堪吗 对不对 对 对不等于就基本上就宣告 老共在马兰西亚搞的 一带一路基本上就破产了吗 对吧 他基本上把一带一路 所有的核心项目全部都停了 对不对 那么在巴基斯坦 我们也有一个比较著名的 叫Orange Line 就是叫什么城县 是由中国资助的 是中国对巴基斯坦的 620亿美元投资计划的 首批项目之一 说本来想把它做成 这一带一路的样本工程了 但是现在基本上看来就要够呛了 当年宣传的 说什么中巴经济走廊 叫CPAC 简称 中巴经济走廊 CPAC了 说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现在看来 基本上是要够呛 恐怕这要搞不下去了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伊布兰汉上任之后 恐怕跟中国关系搞得好不了 他现在上周六刚刚上任 到现在就是18号 到现在可能是三天 是吧 那可能还来不及 但是我相信 他很快也会出访中国 对 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 意向来讲还是不错的 比较亲密 我相信 中共现在已经派出各种特务也好 说客也好 去找伊布兰汉去沟通了 咱们不知道 最后能不能的 把伊布兰汉拿下 如果拿不下的话 我觉得巴基斯坦估计就跟马哈蒂尔 马来西亚来的马哈蒂尔一样 很有可能就宣布就要放弃中国 或者放弃或者说取消 或者说暂停中国在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项目 如果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上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如果这两个国家同时取消的话 基本上一带一路就完蛋了 对吧 但实际上一带一路就已经完蛋了 对不对 但是老贡现在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不到黄河 心不死 要我说 现在干脆就直接放弃得了 但是他们现在肯定是不想 对不对 那本台一向如死 咱们大胆预论 大胆预言 我认为很快 伊布兰汉就会访问中国 访问之后跟马来西亚一样 很有可能就在北京 在会场 就当着在你家的面 在你的首都 打你的脸 反正那撑你嘴巴 就是告诉你 大哥 拜拜 您的一带一路项目三 没有了 拜拜 没事 中国借了巴基斯坦很多钱 对吧 前期投入也比较大 这肯定就打水漂了 之前我说过 我说过什么叫中国纳粹化 就是这样子 它首先是一种经济的一种殖民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旦人家醒悟过来 就觉得你的这种经济投资 实际上是对我的一种伤害 对不对 是一种伤害和控制 是一种变相的一种殖民的话 人家就开始反对 反对之后 但是你前期你会有很多的投入 对不对 你对巴基斯坦 他现在可能借的巴基斯坦是50亿美元 马来西亚那边投资了几千万美元 已经扔进去 这钱扔进去就完了 就拿不回来了 你中共现在怎么办 你就是我就说就两个选择 一个就认倒霉 就算了 这钱就当打水漂了 这样你可能跟他们还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如果你利益逼着他还钱 或者你没来没了 你一定要怎么着 你要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跟中国签的项目签的协议 就要不行 马来西亚就要赔中国钱 当然马哈利尔现在就说 我们赔吧 但我们现在实在没钱 对不对 人家也不是说不赔 只是说我没钱 没钱 那你现在怎么办 你是怎么找到要 他就没钱 对不对 现在 杨白老和黄是人 现在杨白老比黄是人牛 是不是 我就没钱 你要洗也没有 对不对 你想怎么着 对不对 那你现在怎么办 我就说你这种经济的扩张 最后没有办法 就只能导致军事扩张 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他一旦反悔了 他不要的时候 那么你如果你不认投 你不想当冤大头 你一定要把你的投资拿回来 一定要让他逼着他 就是说旅行之前跟你签的协议的话 那就必须变成了军事的侵略了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中国 你的军事力量达到这种程度了吗 你可以 就是说假如马来西亚 就是也不还你钱 也不给你那什么了 然后就赖账 你有办法拿回来吗 你除了军事选项之外 其他选项 你能逼迫他就范吗 你现在是打不到 对吧 巴基斯坦也是这样 那这50亿人他就没有 你打死我吧 我没有 我就不还 你怎么办 你拿他回来吧 拿不回来 你愿意当家纳头吗 不愿意 你要出兵打他吗 是不是 这就当初我们讲的吗 对不对 就纳粹化 中国现在就是这样子 是吧 那么我呢 本台大胆预测 中国基本上只能当冤大头了 因为我不认为中共现在有能力采用军事手段逼对方就范 但是当然了 我们也承认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是不是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什么 继续想办法腐蚀色忧 看看马哈蒂尔色忧是不行 老哥们93了 是吧 我估计色忧是不行了 只能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拿钱买 不过说实在到他这个年龄之后 其实我真的愿意相信 到了93岁了 他还回来当总理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我想他是真的希望 给马来西亚人民做点好事 是吧 我觉得他到了这个年纪已经不再想钱 想女人这些事 我估计可能20年前 10年前我估计哥们都已经断了这种想法了 是吧 所以想腐蚀马哈蒂尔 我觉得是有难度 伊姆兰汉好像还年轻一点 看看能不能色诱一下 或者怎么样 把他就是说腐蚀过来 可能还有点可能性 马马来西亚看来是够呛了 是吧 那么看吧 但是我预言伊姆兰汉估计是不太好腐蚀 因为我看了一下对他的相关报道 我觉得这哥们也是一个有情怀的 有追求的那么一个人 他来的也不是说为钱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知名的一个球星 他自己其实不缺钱 他就是说真正来竞选巴基斯坦的总理 我觉得他也是希望能够为巴基斯坦人民做一些事情 所以在这种有情怀的人的面前 你说金钱和美色我不认为能起作用 当然这个我也是很遗憾 就是说你会发现 就是说当选举的时候 知道吗 经常能选出来这些比较有情怀的领导人 不管他们能力如何 其实你包括连奥巴马 我也承认奥巴马也是很有情怀的一个美国总统 是不是 不管他的能力如何 他最少说他不会想办法来害美国 是吧 他就是说可能他能力不行的使美国受到了伤害 但是就是说这种能力不行导致了伤害 和存心的要像纳吉布那种 存心卖国来讲的还是不一样的 是吧 中共的问题就在这 中共的问题就在于 就是说我们因为不是选举之 所以像这种比较有情怀的领导人 我们几乎是选不出来的 是吧 这还是中共的体制的问题 你说到这了又涉及到 可能观众又说 你这说来说又说到中共的体制上 根源的问题 但是其实还是根源 对吧 就好像你种了一棵梨树 你当初你往泥土里 你扒开 你往那下那棵种子 那是梨树的种子 对不对 它就不可能长出一棵桃树来 是吧 它没有办法 这就是根源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能期盼有一天 中国也能有这种选举制 也能选出这种比较有情怀的 那么一种总统来吧 希望吧 好吗 那这个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